各位朋友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少造業多念佛 阿彌陀佛 我們繼續來看這個禮祭璇 趕進度 因為學生的企劃書還沒有改 恐怕這個禮拜不來不及教員沒辦法 只好拼一起,我考教 為人職者初必告反必面,所有必有償,所喜必有也 連這個書寺也一起來吧 因為可以參考書寺他到底寫了些什麼 那為人職者 這個跟前面那個一模一樣 反為人職 所以為人職跟前面是一樣 對不對 前文這個是一樣 你看前面就好 還為人職 啊 這不要 這也不用 這也不用 那這裡你就知道他斷句啦 這叫什麼 上下文 前後文 可以幫助亂句 所以他是斷稱 所以他是 這個者啊 就完全是語助詞 當然也可以翻成這 解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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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人子女的 作人子女的 古文的作就是通作 作作是不分的 文言也不會 這要注意,假如你有心想要學文言文 會書寫文言文的話,不能出現這個字 你就用這個字就好 作人子女這樣的人也可以 是不是有這?當然這個有點累贅 其實這個還更口語,對不對? 作人子女的 所以這個可以補一下 這個者 可見 者等於者 要學起來啦 這個出現多少遍呢? 這學不起來,就像佛教 佛門裡頭講的周立盤妥協 可能人家後來也成大成就 希望你們各位也是 反正人的功成名就不急於死 就像前面我們討論的 佛門道度眾生也不急於死 做人子女的 你看這樣就很好 你還加個德人還是很怪 那這個德一樣 這個德也有語助詞 不一定是代名詞 作人子女的 這裏當然是語助詞 這是語助詞 他應該不是代名詞 他代什麼 名詞都出來啦 作人子女 也不對喔 如果說是代名詞也可以啦 其實 作人子女的 這應該還是代名詞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作人子女是動詞嘛 他這裡其實是 作為後面這幾句話的 這些動詞 告 面 由 習的 什麼主詞 作人子女的人 出閉嘛 這個也應該是整個主詞 如果這是語助詞的話 整個作人子女的 整個主詞是一個代名詞 作為一個主詞 不能說代名詞 因為很具體做人子女的 整個主詞要作為 各個動詞 諸動詞的 主詞 這些動作是誰在動作 出筆告 反筆面 然後呢 所由必有償 所習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 先抓動詞 這個呢 你看這兩招常常配套 對不對 除筆告 反筆面 所由必有償 所習必有償 這要先抓對 先抓動詞嘛 因為 先抓動詞 然後 上下文 對照 或者相對位置有相關自益 所以 面 其他都很容易你知道它是動詞 面 動詞 不是名詞 啊 啊 尤其這個你可以看到我們講過 代詞性助詞對不對 所後面接動詞 啊 所就是代名詞性 他說 屁股 那就是讀成有的 這時候是所等於的 有代名詞性 那一樣我們先分享出去 直播 也出直播,我現在網路好像不是很順 暫停 很可怕 重啟輸入法 臉書的直播也是蠻不順的 所以游的游的游的什麼 這是代名詞嗎 游的什麼 游的 開另外一個室窗對著我們上下一直滾 很麻煩 這是第二個室窗你可以看到 所以他後面有個2 游的必有藏 習的必有業 那得什麼 從上下文 判斷 奇怪我們先 所以我們沒有順順的講,因為前面那個比較簡單 那個只是找對主詞前面提到了,主詞是主人子女 出怎麼樣,告 誰告誰,是不是就像幹一樣 所持壽子要找對 等下順便提 暫停 臉書直播又掛 天吶真的忘了按 講的那麼精彩 這次又忘了按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你們只好用 臉書的詩心秀去補啦 還好即時看到 有很多需要用講解的竟然都跳過 阿彌陀佛 哎呀是這個大災難 我害我這裏講的那麽仔細 我害我這裏講的那麽仔細 阿彌陀佛 天吶 這是第幾集 第13集 現在這個是第13集 這是在第12集,演出這個即使當掉他也是會存檔的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起死真正 講到脆瓜 我沒差啦就當這個 有時候當掉毀了 也曾經碰到這樣 還好 打的都還蠻詳細的 你光看文本應該還OK 我們就要看 有沒有他這個是不是在 那個 那我們不要看十三經作書 我們看這個段句經文最清楚 他沒有一大堆的柱文 梗在中間 對不對 他根本又接著嘛 所以前面寫凡 後面寫敷 這只是作文的 不對喔 白文 他隔了 可是一樣啦 對不對 他只是這裡是先發個凡 後面 福為人子 都是人子 後面都是為人子 這裡你看又變化 連福都不講 有沒有看到人家作文的變化是 這個我就不寫在 文本裡了 寫一下 再來是這個 防漢福 我們把這個路過去 其實是這樣 可見 所以你讀這裏的時候是不是就是可以讀成凡 或有福都可以 把這個散掉 甚至這裏還變孝子不服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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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卻不登尾 你看這個 他只是 上下文很重要 因為我們前面有那個經驗 他原來是隔很近的 隔很近就可能他就涉及到作文 安排張句 求變化 不要那麼呆板 變成科學報告這樣 他還是有一點文學性 至少是用文筆去書寫 哎呀怎麼老是這樣 OK應該都好了 整句再講一下 哎呀 只要是做人家子女的 出門的時候一定要告訴 家裡的大人 回來的時候也是不要當家裡沒大人 對不對 然後去遊 出遊的 出去的地方 一定要有一定固定的地方 在固定的地方 這個科學讀法就是這樣 一定要讓家人知道你去哪裡 就有償嘛 不要讓他捉猛病 所學習的或從事的 一定要是正當的學業 或者還有工作 而且最好一定要有所成就 不要混 然後更完整的翻譯或者解讀 就是說 毫無人真正直的不管出去哪裡都要 告訴父母回來也要面對 當面的跟他們講我平安到家了 然後出去走 出去遊玩或出去出門的時候也要讓 親自告訴他們說我要出門 而且告訴他我要去哪裡 然後去學習的時候也是一樣 然後出去回來 出去回來了 或者出去上學回來了 工作回來了也一定要當面跟他們講 我最後這個就是錯綜俱法讀的 四個要融合在一起講的 翻譯起來才對 年長以貝則富士之 十年以長則兇士之 五年以長則堅水之 這個我們看一下他在哪裡 偷看一下 接的嘛 他只刪了這一句 所席必有業自己看 出必告福威恩子的 出必告反必面 所遊必有償 所席必有業 恒言不稱老 年長以貝則富士之 他是不該這樣刪了 因為這個跟後面有關 恒言就是平常在講話 平常 恒就長 這長單字講富士之可以 想到平常或者常常提到口頭上口頭禪 都可以講恒言 講話的時候動不動開口的時候絕對不能稱老 因為長輩還在自己不能稱老 後面才提到說那對比我們連長的要怎麼樣 自己不能稱老自己 呼應前面的什麼 自卑而尊人 所以他其實只是省略了 刪掉那句話 不太應該 不需要 所以你看經過這樣你發 發現沒有讀這種選 選本 一定 沒有叫你一定要讀原本 可是一定要對照一下你才知道人家動了什麼手腳 否則你都以為是這樣 你看這個好賊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像古人釋出五金貝的那麼熟 你看前面這裡就是 他只有這一句 從前引可見他只有這一句刪掉了 我這裏做個書籤 我這裏做個書籤 Ctrl Shift F5 就叫里記上下文 那回來這裏就可以做 連結 這樣你就可以知道我在講什麼 里記上下文 你這樣一點如果以後文 間變大來嗎 你就知道 只有 只有橫顏不稱老詞句被刪掉 連長以貝 這裏則不知字 這可以大一點的字 6 就變這樣 那我們行序 不要單行 固定 16 17 字大一點 字 好 這又是什麼 來這又是什麼 注意有沒有相對位置有相關字印 前面他告訴過要有這個sense 對不對 你看支支支是不是都一樣 就這樣 啊 啊 年長以貝這個好像道中去 要怎麼給他還原比較道序充足 啊 嗯 嗯 年本 這可以倒序充足為s 嗎 你看我都在用方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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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年 以漲 啊或者說漲以貝年 可是年漲其實是個詞嘛 他真正的文法應該是怎樣 這是什麼找對主詞 年漲於誰 於我 然後 這個貝單獨用的字就是兩貝 單獨用一個貝的時候是兩貝 三貝以上他前面會加個那個序 序子 三貝四貝 單獨用那個貝就兩貝 意思就兩貝 貝 年漲我 年漲我兩貝 就是貝年漲 那漲以貝年也可以 年漲我以貝年 貝兩貝的年紀 貝年就兩貝的年紀 這個我們寫在這裡 因為我這裡 貝年以漲 我這裡都 都去從此成貝年 貝年就兩貝的年紀 那漲關鍵是漲是什麼 那動詞是誰 先抓動詞的話是漲字 年漲的意思 年漲於我 所以年紀 比我大一倍 大一倍 的 就是年紀是我兩倍的 應該實際上應該是說年紀 是我 兩倍的才對 年紀比我大一倍的 就怎樣 富士之 以富的方式 就以 對待 父親的方式來 侍奉他 可見這個一定不是自己的父親 只要是 所以橫顏 不稱老 在這個橫顏什麼意思就是前面的再醜 在群體中 在與人相處裡頭不隨便稱自己是老 這老當然也包括年紀老科學語言我們前面講過老鳥老手對不對 資格老 所以都是自卑而尊人 然後 如果真正 這裡當然是科學以人 不能再文學了 年紀比我大一倍的 就是兩倍 年紀是我兩倍的 我就是富士之 用對待 父親的方式 來侍奉他 知就是他 知是他 代名詞 事是動詞 因為他 折是舊 折是連接詞 所以他前面可以 有兩 前後可以各有一個動詞 連接詞把兩個動作連在一起 動詞 縫詞 釋風 服飾 對不對 服飾他 後面都一樣 十年一漲 就是漲以十年 這樣我們 天文 繞續重鎖 長以十年 年長 什麼東西長 年長我十年 然後五年以長 一樣的道理 長矣五年 年長我 五年 這個矣可以圖稱有 年長於我有五年這麼多 也可以讀成一個語著詞而已 長十年 也可以當成語著詞來讀 你看拿掉是一樣 長矣十年和長十年是一樣 就像我們前面 讀 讀過像得矣 怎麼樣 或者可以的矣 都是這個用法 這是單字講故詞 這是矣是矣是不是 得矣可以的矣 我們可以查這個 我們可以查這個 國語詞列有講解 它是一個動詞後面的一個語嘴 對 對 你別忘了我們這個是倒序我們已經動過手腳 它原文假如不倒序的話 可不可以讀 可以喔 得以能以自動詞後無異的語著詞 得以能以自動詞後無異的語著詞 有沒有 得以能以自動詞後無異的語著詞 有沒有 可是十年而長也是怪怪 我們講過那個 石腹裡頭以可以而通用 十年而長 以我還是怪怪的 十年以長 其實它文法是可以用鵝啦 十年而長 可是這鵝好像還是 我們這樣讀也是比較 長以十年 其實年長 十年一長就長以十年 就死 以十年長於我 你也可以倒序成以十年長 長於我 以十年 年長就是 以十年就是 好像一個介系詞 年長我多少 以十年 有了 所以我前面說這個可以讀成有嘛 有十年那麼長 那五年以長我們就不習說了 就是 長以五年年長五年 這一樣再倒退 它的文法是這樣 總之要把它弄 盡量弄到真懂 不要含混的一個 翻譯的意思 所以十年以長 就是十年以長於我 則兇勢之 然後 就用 就用 不用再打了 一樣的嘛 相對位置有相關 就用對待 兇 兇長的方式 侍奉他 那五年以長呢 長以五年 長我有 五年那麼多的 就 我這時候是把以當 有 來讀 對待 則 兼隨之 就是 兼隨之 當然不一樣要講 兼隨之 就要再增加 以後 最不一樣 都是舊 就兼随之 兼随之什么意思 简单的是随之 之也是他 对不对 指年长于我五年的人 年长于我五年的人 就会怎样 兼随之随他 随着他 怎么样随呢 兼至 负词在这里变负词了 名词转平了 随之应该知道吧 跟随他随从他 随之就是 随就是单字强不词就可以了 跟随随从 跟在他后面 像跟 为什么要随从 好像侍奉 一样好像侍奉他 跟在他后面 跟班嘛 跟班要什么样 一样是要服事嘛 比如他有什么事我可以代劳的 帮忙他 随时随事在后 随事在后 随事在后的水 随事在他之后 然后 兼就是怎样 修士他怎么样兼呢 兼水师就是 但是 我们今天可以想到 臂肩起步 臂肩起步 就把肩 相对位置有相关字 臂就是起整齐的 肩和步都身体的一部位 步伐要整齐 然后肩并肩 肩并肩 这叫并肩 这叫并肩 并肩或并肩起步也一样 并就是齐等 并驾齐驱的并 肩随事就是肩并肩的走 或者肩稍微后他 他这里没有讲后 可是随后 随后 随后 随在他后 或者随户 总统是不是都有随户 跟在后面就是户 户从 为随的 但是想法可以想到这个随 那肩就是以肩 为标准嘛 对不对 不要超过 他 对不对 不要他稍微在他之后 随着他 稍微在他之后跟随着他 就是肩随事 以肩 为标准 我还怕你们程度又那个肩膀中 我还要这样 肩是肩膀 怎么知道这个大学生是怎么大的 回来整句看吧 所以这就是说 如果 年长于我 有一倍多的 年纪大我一倍的 甚至包括以上 那么就用 对待父亲的 那大我一倍以上可能祖父吗 他这没有提到祖父了 富士师就可以用 对待自己亲生父亲的方式对待他 再来这科学语言是对待 服侍 那这个随也是 这个随 这是科学语言的读法 那如果文学语言呢 就是什么 就是 作文换字面而已 这只是作文抽换字面而已 前面用试后面用水 如此而已 如此而已 如此罢了 上下文很重要 比对就知道 所以要在翻译的时候 那长于我10年的人就用 对待兄 长的方式来对待他 然后 然后 长过五年呢 就 跟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稍微跟随着他 他是要做什么 我配合他 以他为主 以我为随从 然后这样去侍奉他 所以随其实就是 是 懂不懂 他只是换字 你可以看这个 礼记的前后文也是 谁啊 是啊 来这个是他删掉没有路的 接下来说群居五人 群居五人就再丑 所以你看他删掉都有点不烫 他只要有路这个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就是再丑 群居就是再丑 大家在一起 一群是不是就丑 对吗 者长者必义习 如果有五个人在一起的话年长的人 得人就者 年长的这个长是形容词 所以形容词加得 者也是念得代名词 年长的人 一定要 跟大家做的不一样 义习就另外给他一个位置做 另外就是义 跟我们不同 跟其他年纪年幼的人做的地方是不一样 表示要 尊重的意思 而且好像 变成 推出一个共同推出一个领导人 这才符合理 这个礼记里头里的这个规范的要求 然后 这里删掉了 从于先生 在哪里 等一下再看 你看 我们这里补一下 你看刚刚做的西 群居五人则长者必义习 群居五人则长者必义习 这居不要以为是居住就聚集 你看居跟聚是不是声音很像 对 这里应该是居音与居出 不要读成居住 不是居住在一起 而且这个居有座的意思 居酒屋嘛 坐在那里 聚在那里 所以他讲习嘛 坐在那里 何以 不曾做 居住 对不对 对不对 举在一块 或坐在一块 聚在一块 这个群居其 再丑 前文的带丑 再丑 乙不曾再丑 前文的再丑 然后 此事人必有这个 是不是 让你知道 笔记原文是怎样 点一下 是不是 群居五人 给你标起来 就比较好看 这一样给他变成 白字 这给他变成黄字 群居五人的长者必习 这个一样我再大一点字 才发现 他是需要大 那我们这个18就要给他22了 好一点 对不对 这个坚持是 群居五人群居就在手 所以他删的不当 这个一样这个他都是句号我们改一下 其他不改啊 不慎改 这样你们在搜寻的时候才不会 我找不到啊 前面 可能标点不一样 好 然后回来这里 这样就明白了 虫鱼先生不跃路 这个虫就追着追随 这个你可以看到他原文其实是隔一段距离的 他不是根的 可是 从向下的人可以看到 其实也隔没很久 对不对 到这里 我们刚刚录是录在这里 虫鱼先生不跃路而与人缘 虫鱼先生就是 前人 虫就是前文那个随 随从 单字想不词可以想到 虫鱼 对不对 尖水之 有水虫吗 啊 单字想不词可以想到 随从 这个词 所以如果是尖床那你就知道举一可以概括别的 或者从事 就是什么 不是 一样的道理 如果跟先生在一起的话 不悦路以来 这先生不一定是 老师 老师 未必是世上 是 原来意思 先生是 先 我而生 及 长辈 长辈不一定年长于我 注意喔 不一定年纪大 当然 当然先我而生这个科学语言当然是年纪大 可后来这位尊重人家即使年纪不够小也称他先生 这是从科学语言引申为文学的尊敬 虫鱼长辈的意思 跟虫鱼长辈走在一起的时候 不悦路 要注意这个虫 它下面有个指 虫的右下角 对不对 对不是 和脚有关 所以都是 都是指脚的 都有与 脚的动作 有關的 在科學讀法文學就是不是光腳跟著走 包括服飾 跟著先生走的時候 不要跨過路 跑到對面 越 不越路就是不要跨越馬路 不越路就不要跨越馬路 和別人說話 原是動詞 交談 我打招呼 因為有長輩在 包括打招呼 有長輩在你至少要介紹 老師啊或者 那個阿伯阿傑 看你叫他什麼 你這個長輩 那個對面我朋友來我跟他打個招呼要先知會一下 不能擅自主張意思就是 不能擅自 主張 做主 目無尊長 要先知會 對 在打招呼 或交談 要先知會尊長 不能 目無尊長 把人家當隱形人 不在 意思就是 有尊長在的話 這才是他要表達的意思 他直接就這個 跟隨的動作 要表達要講的是這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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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表達這個 這個表很重要表歌原理 啊 啊 啊 谁都要读到人家到底要表达什么 不要只是死在文字上 只知道这个科学语言 这就是文学语言 表哥原理 表哥原理现在出头了 不光是七星大法 新爷 好表好表 真是好表 前面 那这个是七星大法是什么 新爷 真是好表啊 新爷 在骂嘛 随便你们骂 哎 谁呀 招先生这就是走路在路上的行径 一样道理科学读法都是这样 都不要真的就只是这样 你看根本就连了 先给他分段 分段 分段也没错 可是会让我们误以为他是隔很远 对不对 根本就没有啊 有没有 还以为另外一条根本就接了 然后我们这里就 把它 我们看一下 请义则起 请义则起 请义多好啊 之前才说这个义有什么意思 马上就来了 其实这上下文是这里 不遭无诺 这里的上下文是这样 请义则起 这一样我们给他 入过来 啊 这是礼记上下文 第2个 刚有经验 不要太小字 也不能太大 毕竟 先把这个清掉 再把这个改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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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 一直到这里 知道请义而起 招先生于道 屈而尽 正立拱手 对 先生于事严 该不会是 没 真的 接着 威斯严则去而对 从 没有到这 我们把这个 我们有路的 变大 再大一点 因为那个前面是前面的一个 从于先生 不愿入 语人眼 这一样 遭先生于道 虚而尽 真立拱手 上下文 不要像他这样割裂的 这是下面的 其實是以上句和下句接著的 下一句接著 造型 先生與之言 其實接著 其他就沒有什麼了 我們也沒時間去跟您看 需要的時候我們才拿出來講 好 招先生與道 招事 招玉 招先生與道就是 招先生與道就是 御先生 在道路上 遇到先生 是不是 還用到什麼 道須重組 看到的余 在道路上 在道路上 遇到先生 道是道路 在道路上 在道路上 遇到先生 在道路上 遇到先生 在道路上 遇到的先生 要怎麼樣 不能慢慢走 去 我們學生 我們學生 菩薩還想到很好 他是什麼 單字 想到一步一驅 步是慢走 就是散步 是慢走 去 去 去 那 快走 我們前面 參見 那個 林詹梅 異政歌裡頭 討論 卷頓行 那這個我們附上 你就可以點那個教材去參照 再用關鍵字去搜查 再用關鍵字去搜查 趨勢 單字想覆詞 我們查一下 單字想覆詞 我們查一下 單字想覆詞 我們就講好多了 我就一時講不出來 趨之若物 大事所趨 對 大事所趨 單字想覆詞 可以想到 可以想到 大事 大事 還有什麼 明星趨向 喔 攀岩趨勢 攀岩趨 攀岩趨 沒有這個字 趨胸必疾 趨 趨向 趨向 快快手 趨全負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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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嘛趨全負四 是呀 他這裏現在說成一負 當然相對位置相關之以可以 其實也有表示 來來又是護文建議 這個負難道是慢慢負上去嗎 當然急得要命嗎 還是有趨的意思 那個趨也不是趕路而已 也想要攀上去附著到上面 有啊趨炎附事件 我剛是想的 趨怨附事 趨怨附事 不是一負 幼兒袍 相對位置 相關之以 他不但依附而且很急的 迫不及待唯恐落人後 輸在起跑點上 這樣就知道 趨而往前進 來進 洞池 所以這個鵝是什麼 連接池 兩個洞池 趨而進 來動詞 前進 很簡單 前進靠近 靠近是另外一個進 不要弄混 所以我不急 前進 那前進的對象呢 是不是要找對主詞 前進 前進到哪裡 對不對 到什麼 前 問的什麼 先生 趨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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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 往先生的 方向前進 就可以翻成 對不對 就是趕快 或者說靠過去對不對 親近他 然後呢 靠過去親近他之後要怎麼樣 到了 先生 人那邊 前進 快步就是 虛 快步 前進就是進 快步到了先生的那邊 就要什麼 站好 正立 類似 道具從左邊 立正 立正站好 對不對 正立 斷正 和立 就叫正立 好好的站著 就行這樣 這叫正立 拱手不用講嗎 拱手 左一 致敬 坐立 所以在道路上他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遇到 沒有想到會碰到 沒有約好就碰到就要不取而已 順便講一下 你們都會用成語就都 沒 就 碰到就要不取而已 約好是 起 如果在路上看先生不取而已 趕快向前 致意 不能裝作 沒有看到 對不對 不能裝作沒有看到他 趕快向前就趨步 前面講趨而進 趨而進 然後 好好站好 正力拱手 就是好好 站好做個禮 不要 匆匆了事 裝那個擺個樣子 並付 並付了事 意思就是在這邊 跟你補充一下 不齊而遇是這個 不齊而遇是什麼都不知道 你自己去比較人家詞典會不會跟你講那些 起是約定 你要知道這個約定就從 這個日期名詞轉動詞來 約定一個日期見面 所以期可以轉成動詞約 這樣就OK了 在路上 在路上就是 遇到路 在路上 遇到先生 遇到先生 在路上 遇到 遇到 這有1234這裏要有4個才對 我們在表演算你就到他倒序重組的關係 遇到 招 對不對 先生在這 遇到 最重點的是余 遇到 余是在什麼之上 對不對 在路上 路就是到 好 請問白話文 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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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右邊插一個 我真的是很不屑嗎 上面這個叫文言文 這叫白話文 在路上遇到先生 要趕快 往他那個方向靠過去 而且好好站好 做一個 禮 跟先生 致意 表達對他的敬意或打招呼 不能 馬馬乎乎了事 再來 繼續 時間還有 因為前面漏了路 你看 尤其這個 還接著講 對不對 我們剛剛看他 禮祭 禮祭原文 禮祭上下文 那個招先生與道 加一個 這樣才有區別 下一次要參考的時候就可以 這樣 先生與之言則對 這是接著嘛 怎麼可以分開來 尤其這裡是不應該分開的 對不對 他連貫啊 我站立了打招呼要幹嘛 啊 啊 對不對 站立了 正立拱手 站好了 那先生看要不要 跟他說 這裡不應該斷成兩行嗎 我的天啊 啊 不能分做兩段嗎 不能分做兩段嗎 搞什麼 啊 因為怎麼樣 就怎麽樣 就怎麽樣 不如與之言就退 怎麽可以分開 這是一貫的嘛 真理孔可之後 所以先生與之言 他其實是若先生 天字還言 如果先生要跟妳講話 不與之言就退 我們直接用表格 若 若 先生要和我們 要天子還原 要和就是與 我們就是知 說話就是言 折就是舊 舊漢先生對話 然後 不漢 這一樣要天字還原 若 不漢 我們 說話 就 驅而退 好 白話反鵝 你看有天字還原白話還有 就退下 就快步退開 離開 告詞 對不對 看這一次 會不會漏氣 字不要那麼大 我們已經是橫式了 還不行就沒辦法 怎麼變這樣 那這個不要那麼大字 這個 這隻著名 這個可以寫在這 天字還原 天字還原 如果 先生 如就如果嘛 如果先生要和我 要也是嘛 天字還原 要和我們說話就 和先生對話 如果 不和我們說話 不和我們 誰不和我們 是不是先生不和我們 這我們就不補啦 找對主說天字還原都可以 其實白話文也是第二次就可以省略了嘛 你就知道白話文言 一家親 不和我們說話就 快步離開 退下 你看反而 白話文你這裡要加一個反而雷罪 快步 就快步 退下這樣不就好 趨而退 反而文言文多了一個雷罪 所以你能說白話一定就比較囉嗦嗎 文言就比較精簡嗎 哇這裡又破功 所以沒有一定通放出四海都不變的法則 所以我們才說對錯文題 還要說要上下文字 你看這樣多好 退想到退下都單字想復詞對不對 所以這裡用了哪些方法 天字還原 有沒有道序從就沒有 可是有單字想復詞對不對 一定有天字還有找對主詞 先生不和我們推啊 這是省略了 這裡用了這幾個方法 好再來 那這樣應該就OK了 這是連在一起的嘛 在路上碰到先生就趕快往前跟他打招呼 好好站好跟他打招呼 那如果先生要和我們說話呢就跟他對話 當然我翻成對話是因為 單字想復詞 就恭敬的 回答先生的問題跟他聊天 陪他聊天 那如果不想跟我們講話呢 那我們就 趕快 不要拖拖拉拉 人家不想理你 賴得人家不熟 不能在那裡賴來賴去 趕快退下 終於圓滿了 那這一集我們就到此圓滿 然後下一集就看 注釋和提解 然後再來還有 別忘了 這三個版本 那這個就不急了 接下來我先改這個圓滿之後 才有時間嘛 我看今天晚上了 本來明天沒有課 我拼一點 因為我這個錄的還可以 因為我們前面忘記錄 我應該已經兩三個鐘頭 那我們把課本的那個提解和那個 圓滿 因為提解差不多 圓滿 只有後面一點點對不對 然後 注釋嘛 注釋我們也看了一些 好拼嘛 好拼嘛 那這個沒什麼 他做明粗粗 理積驅理 沒錯 我們不是愛亂罵的 對是對 我們還有什麼話說 你不對 而且你是範本 你是標準本 霧導子弟 那個 叫什麼 霧人子弟 那不行啊 啊 接下來這個就有格 格開了對不對 視座於先生 剛剛是在這 不予之言則退 接著就 格很遠 對不對 對 撫召無諾他沒有 還是這裡 所以格很遠 所以可以獨立來看 視座於先生又出現瑜了 就是在先生的旁邊 坐著 陪他 坐著 你看果然用到造句從了 在先生的旁邊 這是天之還原 陪他 陪他就是 坐著就是坐 在就在 的旁邊所以這裡有一個 天之還原的旁邊 沒錯 沒錯 冰狗 這個是天之還原 對不對 順文藝 是 主要是這個 是就是陪他 陪他服侍他嗎 服侍他坐著 做了應該不用你說了 可是因為順序有倒 我們還是給他標出來 最重要的是 魚 對不對 看到了魚 有沒有想到要 在先生的旁邊 先生就不用了 又來了 既然多了一個 你們就什麼 這叫文言 這叫白話 拜託不要再什麼文言白話 在在證明嘛 不是我身手針 想要混淆視聽嘛 這都科學證據啊 現象 科學不就研究自然現象 適時真理啊 適時擺在眼前 適時聖元雄變 還要變什麼文言白話兩套 根本就一套東西嘛 只是你不會讀不會去給他重組 不會給他火眼睛睛腦袋動眼睛轉 你就覺得是兩套 在先生的旁邊陪他做的 陪侍他服侍他 因為我不敢用陪是陪是陪是陪酒 陪他沒問題 坐台坐陪 先生就問 焉 終責對 請夜 折起 請義 折起 來看有沒有錯字 我覺得怪怪 先 事作於先生 先生問焉 終責對 請夜 折起 請義 折起 了解 你說我剛剛卡在哪裡 怕有什麼什麼叫中 這個男的一定在中 對不對 關鍵在中字嘛 什麼中 什麼東西中 結束的意思 好像新年快樂 誰快樂 幹 在幹誰 對不對 都是什麼 找對處 先抓動詞 這個中 是動詞 結束的意思 什麼東西結束 叉叉電 不行就算 合一就繼續 什麼東西結束 這上下文多重要 對不對 是問話 問焉 這焉可以讀成什麼 那麼 一是語助詞 那麼 問就是 問是不及物動詞 不及物動詞 對不對 那如果焉是代名詞呢 帶什麼 問我 對不對 然後這個就是什麼 即物動詞 那麼問 就是即物動詞 對不對 問我 所以就是 前面說 陪是以色 所以我們這裡也可以天之還原 如果先生問話 先生弱勢問話 或者說先生問話的時候也可以啦 喔 啊 就是找對主詞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看這樣就比較不會出錯 先生問話 問話了 啊 或者先生問我了 這個白話文法沒辦法 問我實 找對除詞是什麼 問 跟這樣 才對答 應對 那個題節裡頭講說是應對禮儀 或者奉答都可以 這是一樣 多了一個 才 這裡可以說成舊就是馬上 所以也是第一個舊 有馬上立刻 廢話之意 那如果是才的話 就是 問完 才答 不要插嘴 不要拖眼 所以兩個都可以 這有兩個意思 先生問話了 第一個是 找對除詞 問 也是一樣 問完了 問話了說 他問完了 所以是 當然這裡還可以省略主詞 他問完了 對不對 他問完了 就對答 當然是我就對答 這應該不要我再補了吧 已經應該很明白了吧 已經寫到這種程度 還什麼都真的我巨細迷移 其實也應該巨細迷移 關鍵是這個 中 對不對 所以這一題 不見題目 只見關鍵字 他考你的就是 中是什麼 男的就拿在中這個字 中什麼什麼中 誰在中 對不對 對 他是動詞 結束 誰結束 問話問完 要不要往前找 先生問我 問話 問完了 才知道 中則對 中了 問完了 唉唷 為什麼這個跟前面會分開 不要 為什麼是這樣 先生問話 他問完了 就對答 先生問了 問我 詞 這是代名詞 我 對不對 標一下顏色 這是讀代名詞 我的時候 這是讀語助詞 了 這是讀語助詞 這是讀語助詞 問話 他問 完了 終了 完了 關鍵是這個 很重要 我們用一個 什麼顏色 很重要 很重要 不要 不要 深一點顏色 嗯 欸 欸 好 他問完了 他問完了 才去對答 那這後面兩個就簡單啦 這兩個是考慮什麼 啊 啊 這是考你 找對數 誰請夜 誰請夜 你看請夜這個 對不對 這個詞要注意啊 這個現在還在用 不要連夜都不知道 這夜就是增加的意思 增加我的學問 我學的想要再長近一點 所以你看word 之前我們都講過 word裡頭有什麼 爭議集嘛 爭議其所不能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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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議就有增加也是 爭議 爭議就增加嘛 學問 課業 都可以 那請業就是前面課業 業是課業 學業 請業 請教 課業 比較常用 請教學業 那請業 請求什麼 傳道授業解惑也 失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對不對 有嗎 有嗎 失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是不是 授業 傳授學業 請業就請傳授學業 這樣也可以 所以是學生請老師 傳授學業 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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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先生 可是要注意啊 他這個先生是距離很遠的 你不要跟前面混在一起 可是他是 這個是先生 沒錯 前面還是先生 所以這裡的先生 仍然也不一定是老師 對不對 可能長者也可以教你啊 對不對 應該是嘛 事做 對啊 一樣 這個業就可以包括說請教這個社會經驗啊 不一定是學業 這是科學語言讀法 文學語言啊 就是什麼 社會經驗 知識經驗 因為長者尊長他們比較有經驗 我就請業 所以不要以為只是學業 那請義 就不一定啊 你不管是學業或知識經驗都可以增加嘛 請求簡見 增廣見文嘛 E等於真嘛 前面提到E就是真嘛 爭議集 所以神醫師說傳道授業解惑 對不對 請義 你有惑 自然 能力 是不是 自然就真了 所以叫請義 所以請義可以讀成解惑 這是文學語言的讀法 對不對 請求真廣見文是科學語言 請義 誰請義 所以是我請老師 黑道授導是招勛 按 折是舊 兩個折起都一樣 謝就舊 起就起身 起立啊 站起來啊 必供必敬的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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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尊師重道 要尊師重道 敬老尊賢 如果不是老師的話就是敬老尊賢 因為他資格比我老經驗比我老 不是一定年紀 科學語言是 年紀老 文學語言是 資格老 經驗老道 老鳥老手 老資格 學長啊什麼的 這個我們截個圖 為了有爭議集 整句再講一遍就ok了 這個要給他圈起來你們才知道哪邊是爭議集 其從 孟子爭議其所不能來的 其實 這有沒有用到孟子 用的話就用這個就好 沒有了 我竟然科學上也在用 你看 你看這個資訊 剛剛我們說word是資訊 哦 哦 這個學文言文幹嘛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蘇格拉里不是人 我知道為我 我知你看我還不知道 哦科學都偷去用 唉 我上一次試過你點 滑鼠 按住Ctrl點話 他是在句號之間 我標點段落之間 因為我前面有分段落 在先生的旁邊 陪先生坐 也許在坐著聊天 先生假如有問話的話 等他問完了 我就要趕快回答 或者等他問完了 我才能回答 然後如果我有事 想要請教先生的話 就要站起來 如果或者呢 如果想請先生幫忙什麼 解答問題 或幫我什麼忙的話 也要起來恭敬的 麻煩請教他 麻煩他幫我做什麼 對不對 就這個意思 你看我們剛剛還沒講到說 請他幫忙 這都可以 帶回來核 就可以了 好不好 你說的越圓滿 那個分數就越高 本來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我們都很講道理 這是不是都完全了解了 那我們課文就到此圓滿了 那我們看一下導讀 再看柱子 導過來 那 那 因為這個 有版權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刪掉一些 已經刪掉了 我們上一次應該是講到這裡 扣其副理應該都會講 對不對 都講了 好 那就圓滿了 那要注意剛好 他是不是裡頭有這個 怎麼會跑回來這裡 你看 對這個美 我印象很很深刻 人家長處 對不對 值得我們借鏡 繼續學習 為什麼叫經典 到現在還適用 比如說他是老口口 你看李善王 光這四個字就打死你 生活多常用 你看 他沒有應對 奇怪 有嗎 剛剛我們是不是有談到應對 剛剛跟先生的互動 先生問話都叫應對 所以他用對 對嗎 前面那一句 對就是應對的對 先生與之人則對 對是應對 對話或應對 所以他講的沒錯 那這裡是比較沒有談到灑灑啊 隱私 言與有 先生 要怎麼跟請假 我們剛剛才讀的 啊 他這個又在講一遍 然後 課己復禮 我們一定有講 啊 旅約保證啊 回歸啊 回歸禮也可以 對不對 或者說回歸 這裡有沒有提到 回歸 時間領生心理 沒有 好像是我 上課 上課 的時候在補的 所以來了 副第一個讀法 補充一下 這裡一樣 課己復禮為人 這已經比較靠近 所以應該不需要做那個 一是自行結構換不守 人生心理 二是怎樣 回復 復興 康復 為什麼 我們現在講康復都是生病的 這裡跟生病的 這裡跟生病怎麼關係 他是說 負 我們說負合 負合 那負禮就是什麼 還有一個恢復 恢復可以指身心靈的,健康的 剋製自己 偏差的行為 就是 剋製自己 修正 修正自己 戰勝都可以嗎 偏差 或錯誤的行為 恢復為 恢復為合理的行為 就了解了 這個客戟副裏的負 補充一下 當成那個復興的負也對 恢復 恢復到 合理的狀態 從不合理的狀態 使自己 恢復為合理的狀態 恢復 保毒 恢復 客戟副裏 我們看還有什麼漏掉煤炭 恢復 禮的原則 本文選取相關禮的原則 人子之禮 為人職者 他真的是選擇禮的原則 自尊 自卑而尊人 即使是復犯者也要去尊敬他 禁掌 施掌在做我們要怎麼跟他侍奉他走在路上 對不對 剛剛都是這一節課學的 然後怎麼跟他對答 再來就是問師之禮 有學問要跟他請義請教的時候 請他授業解惑的時候要怎麼樣 有什麼規範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等數者 我想起來了啦 他這個文句不通 對不對 可是我後來覺得 寬書一點講 他是講本文選取相關 還是不對啦 他造句還是不完整 他的意思是 我們 本文選取了 加個了可能就好一點 選取了相 有關還是寫有關比較對 什麼相關 要嘛也相關於禮等數方面的 文字數者 那這數者可以表現出 漢代人倫理 還是不對 那時候本來 這個造句還是也不是很完美 就算沒有大毛病 其實也有大毛病 可是不用那麼刻啦 可是絕對有小吃啦 沒有大病也有小吃 還是有毛病的 造句還是不行 他應該說本文選取了有關這些 方面的數者 然後怎麼樣 這樣造句比較對 本文選取 相關就是很怪 相關 這就是我們前面談論那個代詞性負詞 所以我們相關是兩個互相 有關聯才叫相關 這不是代詞性負詞 單向的 那你說本文選取相關 那你說本文選取相關是什麼東西相關呢 應該是 要寫也說本文選取禮記中 相與這些東西相關 禮記與這些東西就是雙方嘛 才有互相相關 哪有直接用相關這樣 誰跟他是相關 誰跟後面這些相關也不像 總不會是本文跟這些相關吧 對不對 那個對象不能省略啊 你不能說 少對主詞把他給我回來 人家尤其白話沒有這樣省略那個主詞 這省略主詞就不當 不當省略 省略過頭 文法文藝都不通 原來我們搞獨獨彎 那就 沒錯啦 後來檢驗了 那就是 內容是沒問題 他造句有問題 你看我們都是實事求職 不會說他造句不通 就整個都否定 沒有啊 這個都是 對不對 確實是這樣 然後這個 尤其這個我們要額樂 這個老師 也許他無意中照 可是你看我們分析可以欣賞他用這個美字 用得很好 非常好 我還不一定會想到用美來形 很棒 因為美真善美有價值的衡量在一同 也確實不是說他喜歡古隆或漢道的 漢朝或周朝的禮術 而是這些原則或者禮貌性的東西是不是現在也適用 那就值得現代人借鏡 當然表現出他的優點 就看他沒有強保我們學 大學就這樣你自己去省事該不該學 該不該保留該不該傳承 這是很好的 也很客觀 也很學術 學術精神 科學精神 你說我們是不是時事認識 那你呢 你要幫他講好話 講得出像我這樣嗎 都是時事認識 有憑有據的 有條有理 不是 愛媽媽不好 全部給他否定 好 接下來是注釋了 第一個 禮上往來禮之所縱 在彼此善意的付出會回廊 完全就是意思翻譯 他文意是 禮以往來為上 這才叫解讀 你這個 所以說是這樣害死人 你看剛才講好 講完好話 有來有往真誠相待 他完全是詮釋他 這不叫解釋 不叫注釋 這叫詮釋 把它的含義都講出來 上是重釋 他也沒講上就是以後面 的東西為上 就是以往來為上 你直接讀的重釋也可以 理重釋的 理注重的 從上的是往來 也可以 只不過要教學生說這個上 在文法上或字 的字意上 以後面的為上 這樣以後他碰到 像我們這一堂課也 不是這一節喔 就是我們在 看這個李季選的時候 也碰到好多 前面一個動詞就是以後面的 為他本身 對不對 你懂這個以後碰到類似就會去想 如果你光這樣的話 也許另外一句你光知道字意解不通 可是你用以後面的為什麼 看得懂 比較容易看 往是詩恩女人 當然是我方詩緣人他方 來是暴答於人 蛤 往是詩恩餘人 來是暴答於人 暴答於我吧 我詩恩餘人他也要回啊 暴答於人 所以他這樣變成李善王我都是我對別人啊 怎麼會這樣呢 就算他這個對也是說什麼 對方暴答於人嘛 好奇怪 尤其你看帶回二座 原文他明明是什麼 怎麼問題那麼多啊 都想趕快 來而不往總不會 往而不來 我詩恩於人 然後我不報答於人 非禮 那我報答於人 而不詩恩於人 亦不非禮 好像也可以啦 好奇怪喔 偉為常理的讀嘛 你只是一個特殊 對不對 有來有往嘛 好奇怪 來當然是對方來 我去往啊 怎麼會變成 來變成我報有來 是說 我們要報答於人 有往我們要詩恩於人 你看相代是互相 也不是代詞性 付詞 代詞性助詞單相 互相啊 那怎麼會都是我 他這樣講都是我方 人就是對方 妖雄啊 到底在幹什麼啊 審查課本老師真的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我真的很不客氣講一句話 我真的懷疑國文到底有沒有學得紮實 這樣不行啊 都學個概念 以自己的理解 去詮釋 也不知道有沒有 有為常理或文法 文義 原文的原文義 這樣太危險太可怕了嗎 雖復犯則必偶 這就我們談過 已經糾正過了 這是非常 最重要 他就是尊嚴這裏讀錯 他讀成有沒有了 你看王先前 王影之 先生都說了解經者 這就解經者 解讀經文的人 這就雷著 因為他前面錯後面就必須要圓謊 說一個小謊用大謊去圓 越說越複雜 我們就一句話 雖貧賤的人也要去尊重他 不就好 前面遮住 對不對 雖貧賤的人 也就是 一當與尊重之 就好了嘛 前面 雖貧賤的人也要去尊重賤的人 沒有 我們用注釋的就好了 雖貧賤的人 三改 三調 雖 三改成 雖貧賤之人 亦當 你看就好了 亦當與尊重之 亦當 與尊重之 這個是很累贅的詞 亦當尊重之就好了 亦當與尊重之 亦當尊重之就好了嘛 貧賤而知 好理則 自不責 言貧賤者好理 貧賤的人能夠愛好理就會去學理懂理 注重理 貧賤的人能夠愛好理就會去學理懂理 字旁 假借字嘛 自行結構換步驟 錯就錯是安置 自放 自放他的手足就手足無錯嘛 就是手足不知道 不知道就無嘛 沒有可以安放的地方 不知道擺哪裡放哪裡好 比如說剛剛講 跟長輩問話是不是要站起來 假如你做的你就不知道 到底做的對站的對 有時候 做的人家嫌你不理晉 會害怕嘛 哎呀這樣 又出醜了 這是好的 所以要知道理才能 知道手足該怎麼放 放就是錯 責責卻惑 迷惑 對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畏懼 畏怕 畏守畏尾 有一個詞叫畏喜 很好 喜畏 一個草字頭帶一個思想的詩 有沒有畏喜 人家畏喜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臉書的直播 沒地兒 那我們 正好我也要下課了嘛 應該不要再直播了 東瘟兒下淨 希望這個不要當 東則使父母溫暖以郁其寒 夏則使父母娘快以郁其暑 這是大意是對的 死 所以他都沒跟你講 其實就省略主詞 死誰溫 死 那誰死誰溫 對不對 他也照省略死的主詞 當然是指為人子者 夏天的時候就要使父母涼快 淨涼 避暑 或者消暑也可以啊 消暑 消防罪的消 昏定而成省日暮 就是黃昏 為父母 安起床入 這個安就是用定語翻出來 晨起早上起床的時候向父母問安 請安 睡得好不好啊 身體有沒有不舒服啊 有沒有做噩夢啊 定是安起床喜 對也把主詞受詞找出來還人 可他都是科學語言讀法對不對 我們都談過了 所以這一比較你就知道誰是博士 誰不是嘛 什麼叫博士廣博啊 懂得多嘛 省就是省事省察 我們也講過 這個省察我們還講那是眼睛的 還要發自內心的 還有嘴巴問 所以就問 問是口 其實是代名詞是父母 他們安否 對不對 省是問起安否 那為什麼原來是用眼睛看 你看他下面是墨啊 會變成 問 他也不講 我們跟你講這個七星大法五光會通 那安否就是 你看安心嘛 跟心意有關 所以這個 人家說五道對不對 心道口道言也要道 對不對 再來 醜疑不爭 與貧貝相處不可翻 這個我們也定證過了 他的醜重呢 跑哪去了 貧貝是同輩 這個是對的 這個大家都要天字還原 這叫天字還原 我們也要天 當然是何吧 你不天 多得比我們好 我們都輸你 所遊必有償 所遊必有償 就是遊玩的地方 一定要有一個固定的 或者讓父母知道你去哪裡 父母再不遊遊 遊必有方 對不對 方和常來疊運字 所習學習的 一定要有一個正當的 學業 對你有幫助的 不要學只挑自己想學的 像你們來上的國文課 也許覺得我不喜歡國文 國文對你有幫助你就該學 這叫必有業 所以叫必修 是不是 你要想想看為什麼他是必修 不要說我不想學 他絕對不是所學必從其好 不是我有興趣才學 沒興趣不學 學習有正常的進度 這業也可以 他這個業 讀成進度 平常 他平常的天字 他經常還是詮釋這個 這個是平常天字 有經常就是固定的 場所 所你看他就翻這個所 所遊有經常的場所 經常的場所 所遊 你看他所有也不翻 對不對 他不知道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場所 這就是對所都不懂的老師 所以我剛 很 嚴肅的問你真的國文有學好嗎 我不客氣跟各位坦白 我也是來教書我才真弄懂 所以我可以體會不是我們 我污蔑你將心比起 我以前也像各位惡論子一樣 就是這樣混過 可是我來教書我覺得這樣不行良心不安 要跟真的給他弄清楚 學生有沒有學到我們不知道我們自己真的弄懂 那個程度就差好多 跟以前那種懵懵懂懂事 不是那種一知半解的 不可同日而語 那平常 學習有正常的進度使復 這也一樣 對不對 因為他這個是在同一段 不是 不是 不是同一段 可是好像是接著是不是 不對這個好像 是另外的 我們查一下再重 看隔了多遠 之前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現在發現 有沒有 接下來是哪 有隔一段為人子的出壁告 反壁面 有隔了這一段 也沒有隔很遠 所以一樣都是為人子要讓父母安心這個宗旨是沒錯 所以他天資是合法的我們也認同OK 主要是這個進度 葉為什麼會有進度的意思 我們剛剛有看到葉對不對 有進度嗎 我們剛才說可以 我們想想看我們白話怎麼用葉 葉會有印度嗎 學葉 他的進度可能不是像我們一學期進度教幾課 禮拜幾要教的 他的意思可能是 我學完了一個 比如說一年級學完學二年級這一種進度 一年級的學業就完成了 進入二年級 這樣推出來他的字義可能沒有進度的意思 可是他隱含的是可以有進度 他這是文學語言的讀法 可是他沒有先從科學語言去解讀 對不對 還是可以不算錯 而且蠻有見解 還能接受 可是要注意剛剛我們看過字典 比較沒根據要小心一點 這只能當作一個答案的參考 不能說正解 更不能當成唯一的解釋 尤其教科書本來就是給人家感覺就是唯一的正確的標準的解釋 從於先生不約路而與人言 隨從於老師 所以他先生完全不 想成是 尊長 是師長 是教老師 不要隨便跑到路的 一邊漢人教堂 不要隨便 當然是天之瓦陽 可以 文藝有這樣 就是我們前面講了 一定要知會他 就算你看到熟人 你也不能不打招呼啊 那你要 不能看到就跑去了 也不管先生了 講一下我朋友還是我家人來了 對不對 順便跟先生介紹一下 互相介紹一下 認識 那以尊師長為先沒錯 不能目無尊長 你要尊師進長為優先 那不是就表示你 他是說不隨便而已喔 所以這是部分否定 不是叫你不要跑去打招呼 禁止你跑去不是 是 你看他原文這是合法添加 原文沒有說不隨便 好像看起來是全部否定 絕對不跨過去 不跨過去 對對接喊話嘛 當然也不對嘛 這個想也知道不對 不可能這樣 那就是一定是說 不能隨自己的意 隨便就隨你自己方便 對不對 我們前面講了 莫無尊長 自己善之作主 所以他說先生是年長 而且教學好像具足這兩個條件才行 當然不一定 那你隨便現在人都叫先生 難道是教學 現在人 先生尊稱男性 專屬於男性 可是本來先生就尊稱人 然後一定是教學 才能叫先生 日本人剛好傳奇過去也都是好像比較 偏向專職先生 我們傳統也是 可是要注意不是真的絕對只局限於教學者才是 遭先遇生也知道遭就遇嘛遭遇 虛惡即真理格 路上遇上 你看路上他都不講解 在路上對不對 所以你們永遠也不知道遇什麼 等到上我身手的課才 才覺得我這個老師很奇怪 然後有些同學有學到 他當然學到遇這麼多了 不然心慧 我心慧有什麼用 對你有什麼好處 你真的學到是你的財富啊 對不對 你說難聽你不學到與我又有什麼損失 所以到底是為誰好 為誰辛苦 為誰忙 自己要 這麼大了 大人 這麼不懂事就沒辦法 路上遇見了師長 你實實在 路上遇見師長 才對 就要 所以很好 省略連就是當然嘛 就要 責快步 盡錢 敬錢 白話文應該還是用這個敬 就前進的倒過來 這也可以有點文言 靠近往前 那你不用文言文讀 白話沒這個詞 敬錢 對不對 靠近他向前 靠近 文不文 白不白 這個寫書到底是給誰看 拜託是給這些程度大學生看 你寫這個又不是給我們老師看 你去老時候我問學生你知道什麼叫怪步盡點 也許還知道啦 因為望文聲音還勉強懂 可是 即使那個學生懂 你問他你是用白話文去懂你還不是一個字一個字就覺得 其實你在用古文文言的方式去讀 就要快步他也不講 其實有啦 急驅 呼應前面準正行 徐步驅行 急速的 他用那個急 我們還講過這個急驅徐驅 禮記對不對 叫你們去看林詹梅我們討論花很多時間 快步靠近 向前 那也不講靠近前 當然白話文也可以省略啦 當然也知道靠近師長先生那 拱手正立者 你看人家是正立他也不翻 他可能覺得正立大家都看不懂算啦 拱手正立者 現在進行事嘛 停在那裡 以待用來等待 以這樣的動作以這樣的態度這種姿態 這種姿勢來等待師長的教 其實不需要啦 因為尤其他這裡 他這裡講的也對 可是你看 照他這樣分段根本不能加後面那個 對不對 他是連的因為他這個原文是連在一起他給人家分兩段 等待師長的教誨那師長假如有教誨的話 就跟他對打 對是這樣 要連下一句 否則 快步靠近前光就像他這樣斷的話 我們也不看原文 不知道是連在一起 光看的話 跟他做個禮 自個禁就對了 不一定是等他教誨 注意這個問題 他這個也是對 他是根據原文是連在一起講的是絕對沒問題 假如像他這樣割裂成兩段我們又不知道他原來是連在一起 正立功手不一定要等待教誨當然禮貌上 在禮節上也是啊 他沒有教誨我們才離開嘛也是 你看 人家原文也是接的講 他有教誨你得等他講完 忠焉則對 忠焉則對何況忠焉則退呢 要忠焉才能退啊 人家沒講完話 話沒說完就給人家跑 讓人不行 招式慾還不錯 解一下字 那也不講有招慾這個詞 我再教你們單字講故事要跟白話文聯繫起來 請業則起 請易則起 請問師長篇章問題時要行禮 如果還希望詩謊詳細說明時也要起立 這樣也可以啦 那我們只是說 業是學業 那他把這個請易我們是把問題歸在請易嘛 把問題解決是不是就自己就增加 人家業不一定是學 問題啊 他要這樣 其實業主要只是偏障就課本 總之問問題要起立 則起立 如果希望師長像我們剛剛單字講故事還沒想到起立 想到起勝 不想站起來 互相補充 還希望師長詳盡說明 還 再強盡說明就是易嘛再增加 所以這樣是可以 也要起立 他加也要是很好因為前面已經起立了 他講到也要不是光 請教問題才要 希望師長加一點加碼 也是要總之有求於他 都要請易 那我們講的更廣對不對 包括經驗的傳承 或者請他幫忙 對不對 都要 有求於他 求教嘛 請教就是求教 總之有求於尊長的都要站起來 表示我們的恭敬心 我們的禮數 業你看 偏倦 這個老師真的程度有問題 可不可以學業課業一定是偏倦 我們前面看過業是木板 當然紀錄 當然可以說是偏倦 可是這個太科學太狹隘了 太狹義了 好 義怎麼會有所不明就義 義是真家怎麼會有所不明 夭壽 義怎麼會不明白呢 欲是更想說之 更是更加是義 喔 體系 他是說義的意思是當我們有 不明白的事情的時候 想要施掌 更多 一點 那其實你這個義已經翻請了嘛 好啦 就算你義 他的時候義這個意思 請義就是 請求 老師更 想加說明我們不明白的東西 我剛剛對不起沒看後面 我義是有所面臨還得了 對啦 就這樣 義是有所不明白的時候希望知道多一點 這個有點天智累贅啦 天也可以啦 當然是不明白才使用 詳細嘛 那即使是明白 覺得還不夠 也可以啊 不一定是不明白 他都說的太死太科學太狹隘 太呆了 說難聽就太呆了 喜是立而請之 站 他寫那麼文周周 不就起立就好了嗎 起立 單字想復詞多好 那他這個也是對啦 因為 他意思是說 這個 起不是光起立 而且還有請教 不是站起來就好 還是要再請一次 請教課業的時候要站起來 請老師 幫我們解答 請 所以他的意思說這個請是陳前省略 這樣也是很對 所以是是非非嘛 我們不是說 你看他有好的我們 miss掉的也會 幫助我們 喔 很滿 那下一節課就是看 其他版本有點課外的 可能等到我先改完 企劃輸了 要晚一點 那這一 李季學生 至少對學生菩薩有交代期末考 我們 因為不是光為學生菩薩講 我的學生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版本補足 至少這三個代表作 一定要看一下 人家怎麼解讀翻譯 再回來對照 課本的 會不會又有什麼不對 還有尤其我們糾正他的 尤其那個什麼 必有尊也 人家怎麼翻 難道只有我們是這樣讀嗎 對不對 那就 其他人有這樣讀 那就要怪這個老師 不用功 參考資料太少 就更不應該了 你要編本 本課本不能這樣 除非你自己程度很好 我 我覺得我自己程度很好 我都不敢那麼專斷讀行 說真的 你看我實境秀就這樣 我為什麼還查那麼多資料 為什麼要看那麼多 你看我們現在就 除了前面帶大家看一下軟課本 都沒有在看 我有很自負啊 假如我以這個態度去編課本 我現在沒編課本 我都要那個的河礦編課本 懂嗎 所以 好 那大家道爺極竟盡 夜夢奇祥 哇12點了 府會增長 阿彌陀佛少召夜多念佛 我記得大家 那這段很抱歉沒有 臉書的實境秀 剛好我們前面有沒錄到的臉書實境秀互補 然後 剛好我這裡 沒錄到我這裡實境秀他已經 那個了嘛 所以我可以 可以把它 加過來 第13集嘛 我找13就知道 第13集 這樣你就 只有 這一段 沒有錄到的可以看13集 好阿彌陀佛 少召夜多念佛 大家道心經濟也希望 靈命忠實都能有好的去處 你不信佛教或怎麼樣 也祝福你們 或者別的宗教 總之要好的自己 人生喔 人生喔不是光活著時候 真的要 尤其我們現在學這個禮記 在世的時候 客己負禮 死的時候一定 你說 你客己負禮死會去壞地方 天下有這個天理嗎 除非你不去想嘛 很去檢驗去想 怎麼可能有這個禮 自己想的辦法 就像我們前面 提到的 像 他說這個漢人李述之美 對不對 科本导國文說 他這個很有科學和隨俗精神 中立的 你自己去想 該怎麼做你自己決定 我不帶你做決定 可是我們致我們責任 那我們有所決定嘛 我也不嘗試嘛 我們要往生希望期的世界 你不認同 可是我把最好的我覺得 以我的能力檢驗最好 所以我走這條路 你不認同是你的事 我們對得起你喔 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少召越多念佛